台湾念书可以领到国外的学历有这种事吗 这是台北一家私立的国际教育班 推出的一种所谓国际教育班 他说台湾你念两年高中 然后高三到国外姐妹校去念一年 就可以领到外国的学历 那么最近他们推出了说明会 收费不便宜而学生要集中管理 在说明会上 校方人员口莫横飞说已经是第三届了 没问题 但是很多家长还是提出了许多质疑 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 一定要一再起跑点 新闻市镇所私立高中 六月十六号的招生说明会 开设号称限额限量的国际教育班 同样三年时间高一高二国内读书 高三送你到国外的姐妹校 毕业典礼上领到的就是杨墨水的外国学历 高三你三十个学分修满 没有问题你是拿到我们学校发的毕业证书 跟安大略省教育厅发的毕业证书 招生人员算给你听 家长省钱学生获利一举办招生会 家长们抢着听 温哥华教育局的公立中学 一年的学费是一万两千块加并 再加上八百块的签保费用 一万两千八 再加上一些十一住行 大概哈喇喇喇加起来 大概一百万左右 就跑不掉 加拿大算便宜的 国际教育班收费不便宜 生活管理更像是军事化 周休二日集中住宿 手机有管制 每天六点起床 七点到学校上课 下午五点半 专车送回宿舍管理 晚餐之后继续上课 全美语教学 二三零零床上躺平 到今天早上 第十六号学生 完整报名 所以在目前为止 我的手上也只剩下十四 不是你想读就让你来 还是要拚鬼 校方人员利多分析 就读国际教育班 是国外大学的直达车 实在好诱人 不会有家长越听越觉得怪怪的 这种国际班 领外国毕业证书 随步到底有没有核定 引发质疑 正确新北市 最后报道